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追龙》 主要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 警察和黑社会分子勾结 集体贪污 其中以警察雷洛和黑社会分子 吴世豪贪污腐败最为严重 当时的香港 警察雷洛说了算 黑社会吴世豪说了算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 就是当时他们之间的故事 电影开始 吴世豪和几个兄弟一起来到香港找活干 打工每天只能赚两元钱 而每天晚上跟着帮派去打架 凑人数则可以赚30 所以兄弟四个一起跟着帮派去打架 今晚两个帮派又开始拍大片了 雷洛当时是一个小区的探长 还有另外一个大区的探长和英国亨特警司 都在楼上看帮派在下面拍大片 等帮派打完了 警司派来防暴警察 把所有人都给抓了 吴世豪四个兄弟换上警察衣服跑了出来 但是被亨特带人追上了 吴世豪被打脑了 打了亨特 雷洛把吴世仁四人抓到他管辖范围的警局去了 相当于是救了他们几个一命 吴世豪四人被雷洛带回去后 有个正义的警官阿湘是他们的老乡 给他们了点吃的 正在吃时 亨特找上门来 又打了吴世豪一顿 被雷洛救了 病好后 吴世豪的一位兄弟去跟了一个老大 超哥但是第一天就去偷钱被抓起来打 吴世豪去救他 超哥看好吴世豪能打 把他招在了自己麾下又给了一万块钱 吴世豪帮邻居小华还了他父亲的九千赌债 自此以后 超哥的所有场子都有吴世豪看管 兄弟四个人杀人打架赚了很多钱 吴世豪就想着把老家的妻子接过来 妻子却在过来的路上因为英国人检查死在了河里 吴世豪天天发呆 从此变得一蹶不振 六个月后警方高层想重整帮派格局 雷洛安排人杀了一个名叫大灰熊的老大 帮扶他小弟上了位 但是另外一个老大公仔强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雷洛独自一人先去跟公仔强的舅父打招呼 现场谈判时公仔强杀了舅父 还嫁祸给雷洛 雷洛中枪被人追杀 吴世豪赶来帮忙 在快要出去的时候 吴世豪被超哥砸断了腿 最后外面的警察看到烟花 赶紧来救了雷洛和吴世豪 但是吴世豪的一条腿瘸了 从此被称为博豪 而那个超哥也被抓进监狱了 雷洛和吴世豪一起将赌场 赌品等都规范了 赚了很多钱 同时雷洛告诉吴世豪 什么人都可以杀 英国警察不能杀 做大做强之后 兄弟之间难免会猜忌 博豪收买了很多警察 雷洛也察觉到了 雷洛也荣升为香港总华探长 雷洛把博豪 超哥 还有那个扶持起来的小弟 召集来开会 重分毒品市场 从此博豪 超哥 小弟 玫瑰 四个人分香港市场 博豪给雷洛面子 没有杀超哥 但是割了他一只耳朵 自己先走了 雷洛很不高兴 金三角的将军换人了 毒品渠道需要重新去谈 雷洛派博豪去了 博豪去后发现 被那边的街头人坑了 杀出来后 四个兄弟死了一个 杀了街口人 然后他们直接去找金三角那个将军 最后以将军的家人要挟获得了毒品渠道 博豪有个读书的弟弟 开始吸白粉 这天被亨特给打成重伤了 博豪回来后要杀了亨特 但是雷洛不同意 博豪还是安排人去杀了 但是都被雷洛的人给破坏了 没能杀成功 也就在这个时候 香港警方成立了廉政公署 开始检查公务人员贪污腐败的问题 很多高层都被抓了 雷洛也听到了风声 第二天要走 但是收到消息 博豪今晚要杀亨特 雷洛先安排家人出国了 自己先留下来了 原来那个玫瑰就是博豪当初救的小花 然后送他去学习锻炼 回来安插在雷洛身边 晚上博豪兄弟要去杀亨特 快要杀死时 很多警察赶到杀了玫瑰 博豪也被包围了 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 雷洛赶到了救了博豪 博豪杀了亨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博豪因为贩卖毒品罪 被判监30年 而雷洛逃往海外 一生未踏足香港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反映了当时香港的混乱 剧情很紧凑 起伏跌宕 很精彩 值得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